一艘飞船因为出事迫降在了一个未知的星球 古老的外星嗜血生物倾巢而出 准备将这几个倒霉袋给一烧毁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星机传奇》 一艘猎人号商用飞船载着几十名乘客前往丹吉尔兴席 由于路途遥远 这帮人全都躺在冷冻箱里被催眠了 飞船刚走了一半的路程就遭遇了重大的事故 船长首当其冲第一个挂掉 作为飞行员的女主和同事开始了一系列的紧急操作 为了保持平衡和减缓飞船追楼的速度 女主在电脑的提示下开始不断的抛起家仓物 可扔了一大堆的东西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女主为了保命脑子一热 准备把几十名乘客全都丢到太空里 但由于设备出了问题 女主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飞船在接触到地面的一刹大瞬间就解体了 这次的降落大部分乘客都挂掉了 本来赏金猎人准备押着重刑犯老犯前往丹吉尔兴席的监狱 这下可好 一时半会儿谁都走不了 虽然这个星球上寸草不生 但幸好古董商带了很多上豪的红酒 这帮人暂时算是死不了了 老犯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杀人越过无恶不作 而且这哥们还有一项绝技 他利用绝技很快便脱离了困境 赏金猎人看到老犯嘴里的饺子之后 一受到大麻烦就要来了 虽然这里除了赏金猎人 其他人跟老犯远日无怨近日无仇 但为了防患于未然 大家伙还是带上武器 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这时候他们发现在这个星球上 居然出现了三个太阳 为了寻找水源 这帮人开始分头行动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巨型野兽的遗骸 这明显不是一个好兆头 再往前走了没多远 他们看到了一个年久失修的基地 这说明在很久之前有人来过这 飞船的设备虽然完好 但由于年头过长 电池早就没电了 印堂发黑的胡子书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洞 当他正伸着脖子往里面看的时候 突然就被一种未知的生物给拖了进去 然后死吧死吧给嚼碎了 而此时老范正在旁边看着呢 大家都认为是老范把胡子书给杀了 老范的眼睛有一种 能在黑暗中看清东西的能力 他告诉女主 胡子书是被一种怪物拖进了洞里 女主钻进洞里寻找胡子书 很快便和那种怪物遭遇伤了 要不是他腿脚利索跑得快 这条小命估计也交代了 鉴于目前严峻的形势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赏金猎人暂时把老范给放了 经过检测 这架前辈留下来的飞船没什么毛病 但如果想离开这个地方 至少还需要5块点吃 大家伙经过分析 认为在他们之前来到这儿那些人 应该是一支勘探的先遣队 其他人都认为那些人已经离开了这里 但只有老范认为那些人已经被怪物给干掉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校长的小徒弟的惨叫 大家伙跑过去破门而入 只见怪物们呼啦啦的一大片 秩序井然的飞进了黑暗之中 赏金猎人扔下去了一个燃烧棒 火光映照之处是一大堆森森的白骨 老范的判断还是不错的 前期来这儿的那帮搞勘探的 全都被这些怪物给吃掉了 但这种怪物极度的怕光 他们都是咒服夜处 天黑之后才出来捕猎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到他们坠毁的飞船上拿电池 一帮人开着太阳能车前往飞船坠毁的地方 而一颗巨大的星球即将挡住太阳的光线 电池拿到手之后 太阳也渐渐的被黑暗吞没了 太阳能车没有了 太阳自然也就成了废铁一块 而那种在黑暗中捕猎的怪物 也随着黑暗的来临全都出动了 由于缠不住气 龙套界不幸被怪物给吃掉了 老范利用自己眼睛的特殊功能 看到大批的怪物倾巢而出 乌羊乌羊的朝他们这边杀了过来 大家伙一看不好 急忙躲进了坠毁的飞船里 但这艘飞船摔得已经快散见了 怪兽们顺着破洞就钻了进来 星球和地球归影 黑夜会非常的漫长 而他们所有的光源 已经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他们利用怪兽怕光的特点 决定带着电池徒步前往勘探基地 这帮人刚从飞船里走出来 怪兽们就闻着味儿的 有夜饰演的老饭在前面带路 其他人把所有发光的东西 全都带在了身上 怪兽们摩拳擦掌 在附近刺激而动 时不时的还偷袭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是谁先跑是先死 这已经成为了这类影片的定律 此时的古董商 早就下了六身无主了 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的 他不顾别人的劝阻 在地上到处乱爬 怪兽们一看这家伙落单了 于是呼啦一下就围了上去 一个个甩着三帮子 很快就把古董商给吃了 为了能安全的回到基地 赏金猎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干掉其中的一个人 然后拖着这个人的尸体 吸引怪兽们的注意力 他的这个馊主意 当场就被老饭给否决了 虽然老饭是凶残的杀人犯 但他从来不杀无辜的人 从这点上来看 他比为了活命 打算抛弃所有乘客的女主 和虚伪的赏金猎人高尚的多 老饭和赏金猎人话不投机 当场就动起了手 从战斗力上来看 赏金猎人和老饭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 也不知道当初这哥们 是怎么把老饭给活捉的 老饭利用自己夜视野的特长 隐藏在了安全的地方 赏金猎人傻乎乎的 拿着枪倒出来描 很快就被怪兽穿了腰串 教长说祈祷吧孩子 神会保护咱呢 老饭说你俩徒弟都挂掉了 能不能别再开玩笑 在老饭的指挥下 五个人开始玩命的往前跑 这怪兽们的心也不齐 拉帮结派居然搞起了内讧 这位老饭等人的逃生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中一只没有参与群殴的怪兽 扑向了假扮成男孩的小甜甜 这时候老饭的那身肌肉 就发挥了作用 居然徒手干掉了一只怪兽 本来光源就不足 他让女主教长和小甜甜 暂时躲在山洞里 一个人拖着电池继续前行 老饭的人品和素质是有目共睹 这三位意识到 老饭很有可能会一个人 开着飞船套走 巧的是 他们在山洞里 遇到了一种会发光的虫子 女主拿着会发光的瓶子 首先跑到了基地 老饭让女主跟着自己快走 不要再管教长和小甜甜 那两个拖油瓶了 但此时女主的境界已经升华 从一个为了保命 宁愿牺牲所有人的自私鬼 变成了一个私有女青年 老饭也被女主高尚的情操打动了 他俩接住教长和小甜甜之后 四个人按照原路返回 怪兽们一看 刀嘴的肺肉要跑 那能干吗 在后面拼命的追赶 老饭在和怪兽搏斗的时候 由于实力悬殊 被怪兽揍成了重伤了 女主并没有放弃老饭 当他搀扶着老饭 刚来到飞船的门口 就被怪兽给掳走了 影片的最后 老饭带着教长和小甜甜 成功的逃出生天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吧 人品到底好不好 关键时刻才知晓 平时看着像好人 大难临头个子跑啊